香港雨伞运动进入第十一天 有一位葡萄牙画家 从运动开始以来就跟着民众一起露宿街头 将自己所见变成二十几幅画作 他说希望用手中的画笔去记录这段历史 一幅幅漫画记录雨伞运动 从望角的民主巴戏 乘着黄伞的巨型人像 还有民众睡倒在一旁 还有警方在一旁随时戒备 而民众全副武装就怕吹雷弹攻击 这些画作全出自于葡萄牙画家之手 对中文还不太了解 看到中文标语就是一样画葫芦 但从雨伞运动启动以来 葡萄牙画家就跟着学生一起残风露宿 对香港民众的友好留下深刻印象 香港政府总部外的一面墙上 贴上五颜六色的变条贴 在香港的夜晚格外耀眼 连张小举条都代表着民众的新鲜 收鞋的大型飘雨风雨中拥抱自由 更述说着民众的决心 学生在夜晚手馈图画 说紧握着雨伞写上香港的英文名称 一张张图画特别选用对比强烈的黑白色系 要让路过的民众留下顺客印象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比是比较强烈 然后别人看的时候 作为有一个留下一个比较新的印象 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我自己的一些鼓励 和一些对其他学生的支持 现场一旁的封锁线是可爱的卡通图样 而天桥则有日本漫画神奇宝贝 呼吁警方不要使用催泪弹或用水枪攻击群众 雨伞运动现场学术可见创意标语 也让外界看见真困运动中始终不变的民主诉求 新唐的亚特电视众口报道